嗨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美剧闪电侠的讲解 教授下班回家听点小曲 放松下心情 不过 注意教授是没坐轮椅的 这时电话响起 那边说 我都知道你做了些什么 紧接着 玻璃无端碎掉 教授倒地 在警方来调查的时候 教授想起了往事 在西斯科之前 尖端科技实验室 也有一个绝顶天才哈特利 他和教授一起把粒子加速器研究了出来 他发现运行加速器会有爆炸的风险 教授却告诉他 你在实验室的工作结束了 紧接着 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艾伦把玻璃重组 得出玻璃的破碎 是因为声波震动的结论 哈特利又开始在大街上搞事 纵使哈特利能用声波为所欲为 但还是被艾伦抓住了 这么简单就被抓住的吗 这么聪明的人再配上独一无二的超能力 事情应该没这么简单吧 在实验室里 西斯科查出 哈特利耳中有金属物体 让他取下来 哈特利说 那场爆炸后 我的耳朵受到了损伤 摘下来的话 我的耳朵会剧痛无比 艾瑞斯在忠诚新闻找到了工作 而主编却只让他负责闪电侠这一块 想必是因为艾瑞斯写闪电侠的博客火了 才把艾瑞斯招来的 实验室地下监狱这边 哈特利果然还留有后手 他把耳中的金属拔了出来 巨大的分贝噪音笼罩了他 他忍住痛苦 把锦树作为炸弹炸开监狱逃了出去 希斯科被炸伤 因为当时博士没听哈特利 关于粒子加速器爆炸风险的意见 加速器在内腕爆炸了 艾瑞因此冷落了教授 教授打来电话 说哈特利跑了 艾瑞还是火速赶到 却没发现哈特利的踪迹 第二天 博士在电视直播前 说明了自己当时的疏忽 承认了自己的这个错误 希斯科养伤归来 找到哈特利的踪影 哈特利直接掀翻一辆汽车 艾伦前来救下车上的人 哈特利不断朝艾伦释放音波 艾伦冲上前 把哈特利的手套打掉 哈特利一脸震惊地看着艾伦 不可思议 教授用你取代了我吗 真是个十足的傻瓜 掉在地上的手套开始发射音波 艾伦被高分费音波震得头痛欲裂 生命特征降到最低 眼看就要不行了 危急时刻 教授控制车上的广播电台 用卫星释放哈特利永远也不想听到的频率 与哈特利的音波武器相撞 这会毁掉他的武器 果不其然 武器炸掉 哈特利这回真是束手无策了 希斯科和哈特利之前工作的时候 有很大矛盾 他来看哈特利 哈特利说 你要放我出去 我有一个你无法拒绝的理由 希斯科不以为然 觉得他疯了 哈特利一字一句说 我知道朵尼的下落 好了 这一集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希斯科和凯特林关系很好 很可能在下一集 希斯科会放哈特利出去 有个问题问大家 如果你能听到 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声音 你最想听到哪里的呢 最近一直在坚持做美剧 如果您觉得我做得不错 欢迎收藏或者转发 让更多的人看到 好了 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你的观影 我的荣幸 我是Michael 明天见